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评估信息技术的风险 评估信息技术的风险 那其实呢随着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呢 内部控制虽然在形式和内涵上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用了信息系统嘛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呀 我们内控的目标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我们内控的目标是什么呀 我不管是人工还是说我用这个自动 我的目标都是什么呀 我要提高我们管理层啊 他这个决策的效率和效果 是不是啊通过内控 然后呢提高我们啊提供的这个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还有呢就是保证我们能遵纪守法 啊我们的目标没有变啊 内控的目标没有变 只是朝着目标迈进的啊 我的这个方法改变了 我又原来的人工我变成了什么样 这个信息技术变成了那个自动的控制 是不是啊 那我们信息技术呢 在改进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同时呢 也产生了特定的风险 因为没有什么技术是实权实美的 是不是啊 你信息技术有好的方面 那你肯定也有弊端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信息系统呢 或相关的系统程序可能什么呀 可能会对数据进行错误处理 也可能会去处理那些本身就错误的数据啊 我们现在呢 很多就是啊 你比如说像这个超市是不是啊 他卖东西的时候 他不再用去手记了 他是什么样 你看原来我们那个什么啊 杂货店他都是扒了个算盘 是不是啊 多少钱他记在本子上记账 那现在呢 你他通过那个一扫条码 是不是 那你售出多少 马上就显示 直接就进系统了 你售价是多少 是不是啊 你卖了多少啊 当时就进系统了 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啊 有可能是什么呢 会出错的是哪呢 正常来说 我的收入是不是应该等于 我的价格乘以我卖的数量啊 再说比如说你的信息系统处理的时候 我是价格乘以什么样 乘以进价 哎那是不是就错了 是不是啊 虽然说不是他系统本身有问题 是你设置的有问题 就可能会出错 还有呢 就是正常来说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发票啊 我们这个销售的这个发票 我可能一扫码 他那个数就进去了 但是架不住你的发票是假的呀 对不对 你假的信息系统 他那个我没办法识别 说你这个发票的真伪 我可能一扫描就进去了 是不是啊 你假的他也默认成是真的了 啊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这个是信息系统的一个弊端啊 第二 我的这个自动的信息系统 数据库以操作系统的相关安全控制啊 如果说没有效果 那会增加对这个数据信息非授权访问的风险啊 这种风险呢 可能导致系统对非授权交易 以及虚假交易请求的拒绝处理的功能遭到破坏 那我这个啊 系统的程序 系统内的数据遭到不适当的改变 以及什么样 系统对交易进行不适当的记录 和信息技术人员获得超过其啊 职责范围的过大的权限等等 那这个呢 都是他的一些弊端啊 他的一些弊端 第三个就是数据丢失的风险 或者是数据无法访问 比如说啊 这个系统瘫痪 大家也遇到过你自己的那个笔记本 是不是啊 撒点水湿了 开不了机了 里面硬盘里东西全都没了 是不是啊 那这都有可能 是不是啊 你数据无法访问了 那我怎么办 我也没备份 就那一个 我也没说单独备份 那怎么办 那你就系统瘫痪 那你数据就丢失啊 有这种风险啊 还有呢 就是不适当的人工干预 或者是人为的绕过 自动控制啊 那我这个 比如说最有权限的呢 我给你开个口 是不是 你就人为的就绕过去了 还有那个属于什么黑客攻击 是不是人为的可以绕过去 他必定 这个信息系统虽然是计算机 是不是啊 但他是也有什么样 有漏洞的 有漏洞的 我们来看一个题啊 信息技术可能会对被审计单位 内部控制 产生多方面的风险 但是呢 通常不会在什么方面产生风险 第一个 信息系统呢 可能会对数据进行错误的处理 啊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 这个是对的 不适当的人工干预 或人为的绕过 自动控制啊 这个也可能会产生 产生这样的风险 信息系统可能会处理 含有错误的数据啊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降低管理层工作和业务流程的效率 这个是不是信息系统会产生的风险啊 我们说了我们采用信息统目的是什么呀 提高管理层和业务流程的效率 是不是啊 那这个是不会产生的风险 所以呢 选第四个啊 选第四个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 简单的介绍了信息技术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啊 它对内控的影响 以及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我们一再强调说 这一节的内容呢 是属于更多的是知识介绍型的啊 所以呢 大家啊 了解就可以了 然后呢做一些体看一下 它的那个客观体 大概出在什么方面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